小牧刚才还在说歌舞伎厅的事 歌舞伎厅咱知道是日本的娱乐声色场所 我倒想你现在这个大灾之后是不是就萧条了 不是这样 只能说是去年的游客是拒减 特别是中国游客这一年多一直是很多 包括钓鱼岛事件的时候也是减了 然后这次就完全几乎就看不到中国游客和外部游客 但是日本人反正多了 他的一个路牌包括那些银红灯楼上的都关着灯 虽然为了节约店计划性停电为了节约店 但是他楼里面都是满满的 一到了早上是铺天盖的人都出来了 所以反而就是 就闹了大灾他还是醉生梦死的 对反正今天有酒精召醉 你觉得这个对日本的现在日本人现在的心理上有什么影响 我这个我都告我今天不很熟 因为我对那种文化不太感兴趣 假装他就很熟 就是说我到那个仙台 那个4月11号 411的时候到的仙台就是东北最大的城市 那个地方的这种风俗就是娱乐的场所 全都被关闭的 因为我们日本人有个词叫自速 自我的自 严肃的速就是低调 这个时候行动要低调 那就说高尾机厅那那那那那点心是个嗨的地方吗 就是去玩的吗 就是说我站在日本的角度 那这样的时候 去那样的地方去玩唱歌跟女孩怎么着摸摸怎么着 那这种行为那我们在日本看来是不太不太健康 但是我是一个月以后 我到我到了仙台是全开着的 全开着全开着 是吗 对我到了仙台的那个 日本人也一阵一阵 因为他当时那一个星期都是自速 包括电视台的节目也不一样 那过了一个星期以后 自速的期间 末哀期间 那过了那一阵以后 电视台的笑话节目也出来了 该怎么样生活还是很正常的生活 然后物品也源源到位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还是挺有秩序的 那不一定是醉生闷死 我觉得就是他有今天能 他必须喝酒的人 他还得要喝 你正常的生活嘛 那明天还是还可以 还可以很好的工作 要不然酒也不喝什么 消费也没有了 那也不给经济带来繁荣 我到仙台的时候 连到FamilyMart的那个24小店 买那个罐装的皮子都买不到 都没有了 都拿回去喝了 因为当然地震也把那个工厂给挣坏了 罐装的 这个小牧你还是你比我行 你就我们你我们这个大地震纪念日 你最近还去了这个四川的那个当年灾区 对我去了 这个不是独江燕什么的 就是重建的相当漂亮 哎呦这个 不得了不得了 有目共睹 对就是说那他合作其实非常合理的 我不要说就中日国境差距怎么着 不管怎么说 这个他的比如说他跟有个地方 跟广东省合作 有地方跟山东省合作 我们就叫对口支援 对口支援 那这是中国人的发明 对口支援 那就是这种东西呢 我把这个事情给我们的日本的中央的核心人员介绍 哎呦有这么大的回事 那好好地参考 他们不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吗 没有 我们是没有那么规范的 我没有那么的就是说有这么一个规定 就是说很清楚的 就是说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跟没有的 而且就是自愿的 自愿的 日本都是自愿 这个自发行的 那就是说我 不是一个国家体系在做 所以在遇到国家危难的时候 国家的这个机器 国家的力量 是哪一个社会制度好 我们先不去评判它 但是在这种大灾的时候 个人力量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他那么多脏东西还留在那里 他没有办法搬 连他的村也没有力量 连县也没有力量 只有他国家派出军队 才能把它清干净 但他不能动 那是私有财产 所以这就是矛盾 你说看见很多脏东西还没清完 但没有 根本就是一堆一堆都在那里 他不能清 因为那是私有财产 如果说我们中国人民解放 全把它搞得干干净 你整个村都可以移动 要不然会有瘟疫 传染病 所以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但你比如很多人失踪了 可能全家都没了 那他这个垃圾就不能动吗 不能动 如果他有一个人活着 他在他那个房子上面写的 不许拆就没有人敢拆他的房子 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日本人就做事很死板的 非常死板 那此刻还考虑到每个部门之间的什么面子 利益 那我不去碰 这是你的地盘 那不去碰 就是这种状态 这就是还是个人的事情 实际上你个人的问题不解决 你会影响别人 瘟疫会出来会影响别人 所以这个体制的问题 所以就说一片废墟 311一片废墟 411一片废墟 今天依然是如此 那我刚刚就是去了苏川的这个地方 那灾后重建的非常漂亮 那他今天512嘛 那过了三年已经是那样子 当地的老百姓就是说全新的就开始生活 但是那日本我们就是说311 那过了三年之后变成什么样子 我作为日本人是很悲观 按说日本的这个能力啊 这个应该是这个很很强吗 我那天是听谁讲了一个故事 好像说是香港啊 还是哪儿啊 要援助日本多少钱 日本说是日本讲话还很会讲话 日本人说啊 说这个我们不用 我们自己能够这个度过这个灾难 但是有一个就过去 我们一直支持非洲的一个什么贫困地区 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力量 顾不到那里 你们就把这个支援给那里吧 我觉得日本人挺有意思 你觉得他现在怎么重建呢 这个当然他们要等 这些还在避难所的人 要能回到家里 跟他们这些人团聚以后 大家要开会要商量 所以我这次到了南下马市 就看到有丁长在跟他们在面在讲 你排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你的家里 去把你的存这个拿回来 他已经排到7月1号 我不太懂 好比说现在就一片废墟了 那么谁给他盖房子 是他自己家里的钱 国家拨钱 还是什么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只是很少一部分 主要还是他们的丁 就是他们的村庄 他们的城市里面有一部分补 但国家也说用国家的机器 国家的力量来把这些张东西把它清走 给他提供一些方便 但不能全部给他 对 因为还是要靠他自己 而且这样还得制定新的法律 对 法律不改变他没办法动的 就是我们就说国家 因为这个毕竟是个自然灾害 如果是一个东电 那个核电站 它的辐射造成的什么灾害 这个可以由东京电力来补偿 但是由海啸来被吞并的这些房子 是国家不能够直接补偿的 如果要补偿 那还得制定新的法律 那就是说如果我家里财务被冲走都一空 我没钱了 那就是没有 那就是 那就是没有 这么凄惨吗 没有 那流落街头吗 不 当然他那个村会把它放在学校里面 也就是建的很好的学校 安排一些救济的 救济 他们吃得很好 对 一个中午有四个团队给送的免费 所以就说 我们去包饺子送给他 还有送那个高级海鲜的饭盒 还有饭团 还有烧肉 四种 那中午和晚上都是各个圆 全国送的 然后早上是由市政府送两个面包 吃的没问题 吃的生活没问题 就是住的场 但这是非常被动的 我认为这是个悲剧 日本的悲剧 为什么 我那个那个那些当地的校长朋友们说 我们现在物品吃都够了 这个太好了 毯子什么水 水的 还有咖啡 还有衣服 够了 我们现在吃的是什么 那我们以后怎么办 我们不能永远避难下去 你说呢 我们在避难场 现在过得很好的 去的很好 吃的很好 喝的也很好 但我们永远避难下去 这时候怎么办 他们正在等待来自国家中央政府的那怎么重建 是原地重建的还是异地重建的 我们是不是要帮到另外一个地方呢 还是在这里好好地继续抗战呢 不知道 过了两个月 不知道 实际上有一半以上人都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 尽管那里有海下都冲坪了 都是冲了平原了 不土难离 因为他说他私有财产 他走掉以后他到哪里去买 他还花钱去买土地 变成海水了 那块地方也是 这是他的 你像成天机场里面有个三角 那个市人他不搬就不搬 你那个跑道的改路 一样的道理 他们想不到的问题